哈囉大家好我是豹哥 很開心可以跟大家一起來開箱這台 TV-Link 全新的電競路由器 那這已經是我第二次跟TV-Link 的合作了 如果有印象的人應該會記得 我在三四年前的時候 就已經有跟TV-Link 合作過一次了 那當時TV-Link 也是給我一台 非常酷炫的電競路由器 那這一台電競路由器 直到現在為止 都還在我的家裡面做使用 所以呢也很開心可以有第二次合作的機會 來跟大家一起來開箱這一台 全新的Arch G550 Wi-Fi 7 電競路由器 聽說速度提升上也是非常有感 那我們事不宜遲 趕快來測試一下吧 首先大家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 Wi-Fi 7 到底適合什麼東西 為什麼我都沒聽過 欸 簡單的跟大家講 Wi-Fi 7 是一個在去年開放的全新 Wi-Fi 標準 它主要適用於 2.4GHz 5GHz 跟 6GHz 主要是為了應對科技進步 所導致的設備增加而建立的 而Wi-Fi 7 就可以解決大部分人 會遇到網路庸塞以及高延遲的問題 那下一個問題又來了 到底新一代的 Wi-Fi 7 跟 Wi-Fi 6 又有什麼差別 欸 這個問題就讓我用一段簡單的說明片 來跟你解釋吧 Wi-Fi 7 提供320MHz ultrawide bandwidth 4096QAM Multi-Link Operation Multi-RU Creamble puncturing 和16x16μμm 和16x16μμ to provide massive improvements in speed Multi-RU Fruit has been doubled with the maximum bandwidth increase from 160MHz to 320MHz to further enhance peak rates Wi-Fi 7 adopts a higher-order modulation scheme 4096QAM This packs 120% more data for higher speed The new multi-link operation mode allows aggregation of two or more channels From any available frequency band This enables devices to simultaneously send and receive data Across different frequency bands In addition to further enhancing spectral efficiency Wi-Fi 7 supports multi-RU management Allowing multiple resource units to be assigned to a single user Meanwhile, with preamble puncturing Widen portions of bandwidth can be transmitted regardless of interference Now, every available piece of the spectrum can be used Raising overall network 而隨著去年Wi-Fi 7的開放 現在新出了很多中端設備 像是AIPC iPhone 16 Samsung Galaxy S24 Ultra 等等 都已經開始支援Wi-Fi 7了 而路由器這個東西呢 撐了三年以上也絕對都在新年中心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因為搬家、租屋 或原本的網路太慢等等因素 你需要聽過新的路由器的話 這邊真心建議 直接上Wi-Fi 7 直接走在速度的最前段 而且這一台Archer G1550的操作方式也很簡單 你只要通過下載Tiger App 預測 並登入你的帳號之後 在APP上面連結你的Archer G1550之後呢 你就可以跟著APP上面的教學流程連結你的網路 完成設定後 你就可以在手機上看到所有的資訊啦 包含網路的使用狀況 機身的燈光調整 瀏覽內容的過濾 甚至它還提供了防毒保護 讓使用者可以得到安全且完整的遊戲體驗 讓家庭中每個裝置以及個人資料 都可以安全無憂 在這邊也給大家看一下機身調整燈光的方式 調整的方式呢 一樣是在APP裡面進行 你可以根據房間的裝潢風格 燈光亮度 去切換一個你覺得最搭配的顏色 換一個最酷順的氣氛燈 而且操作方式也超級直觀 頂到不行 而作為一個遊戲玩家跟實況主 最在意的功能呢 肯定還是速度跟延遲的部分 而在APP當中呢 就有一個功能叫做遊戲加速 你只要打開這個遊戲加速 它就可以加速你的遊戲應用程式 進而最大限度的去加速你的網路速度 以及降低你的延遲 那我們今天就來測試一下 報導這個遊戲加速的功能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 那如果有效的話 又可以降低我們多少的品質呢 這一次TP-Link跟WTFest合作的遊戲加速功能呢 它叫做GPN遊戲玩家專用網路 它可以提供最佳的線上遊戲體驗 具有更低的延遲 減少風暴的遺失 最小化品質 並優化從路由器到遊戲伺服器的遊戲連線 使用者只需要註冊WTFest就可以取得免費的試用 而且每天可以使用一小時 永久免費 而且這個特別的訂閱優惠呢 僅限於使用在具有三級遊戲加速的TP-Link路由器當中 所以說這個路由器真的是 買到賺到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到了遊戲測試的環節 那這次怎麼測試呢 簡單的講 我們就是要使用它的GPN功能 也就是遊戲加速的功能 用跑步感測器來測試一下 加速前加速後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那我們現在就打開我們WTFest 它也是跟TP-Link合作的一個遊戲加速程式 那我們是自主添加了這個跑步感 這個國服的加速應用程式 那我們現在就連接 我們連接上去之後呢 就先來測試一下 它在連接之後的表現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測試一個它沒連接之後的表現 好啦 那我們現在上遊戲了 我們現在是屬於連接了WTFest的這個狀態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連接之後網路到底是順還是不順 然後如果順的話又順多少呢 來 我們來測試一下 首先是遊戲的話 今天網路看起來很順喔 然後還是要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連接的是無線WiFi 不是有線的 我們來對抗一下 看大家要不會飄耶 正常來講 我在家的時候 都還是有點閃閃怪的現象 但是現在 好像看不太出來 但是我們還沒有裝到人 來 裝第一波 抬一下 喔唷 這個剛過還很在線耶 這不是是無線網路嗎 喔 看 WTFest還是這裡有料喔 好 我們來 再上去 弄一波 試試看 其他微流 唉唷 很近 超越 唉唷 一個人被卡了 而且正常來講 在過這種U1的時候 因為是跨幅的關係 一定會有一些殘影的現象發生 但是 你看 我們現在在跑這些U1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什麼殘影 唉唷 我們就很厲害了 還在卡一波 唉唷 卡死了 唉唷 又卡死了 引誤隊友上去 唉唷 我怎麼感覺 這個好像比 有線網路還厲害啊 怎麼會 這個WTFest 影響中有料很多 來 我們跟進隊友 一顆尾流 有 隊友失誤 轉開 彈斷 稍微看一下隊友位置 停車 你知道嗎 這個浪尾音速 我覺得應該是 我自己熟的問題 應該是跟這個 加速網路加速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 剛剛實測一把下來 我們現在是連接著 這個WTFest 遊戲加速的狀態 我覺得 這個玩起來 而且我們現在是用筆電 然後在外面 我們連接的是 這個無線Wi-Fi 路由器 這個網路速度 就是順到 一個很 很 離譜的境界 那我們 既然實測完了 這個 連接遊戲加速 部分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實測一下 我們把這個遊戲加速 關掉 會是什麼樣的狀態 好 那我們現在就已經關掉 我們WTFest了 同時也是關掉 這個遊戲加速的功能 然後我們就來 測試一下 它到底 在沒有遊戲加速之後的 網路狀況 會是什麼樣的表現呢 然後我們就剛好選一張 U1很多的 陳真手指 來跑跑跑看 好我們進到遊戲 遊戲開始 來看一下這個直連的狀況 被扔出來了 忘記按旗袍 你看 在過U1的時候 這個殘影的現象 就變得比上一場嚴重 雖然說都還是綠1 但是綠1也是有分層次的 比方說70pin它也是綠1 5pin它也是綠1 然後你看我們在看前面 這一個人在跑的時候 他的殘影常常消失啊 這樣的話也就很難看得出來 對面的車到底在哪裡 然後也很難有 跟上一場一樣的對抗 然後我們盡量的去追進前面的人 然後我們盡量的去追進前面的人 你看它 其他為留哦 有沒有你看他一個U1可以飄三次 看有沒有使用這個差異還是有的 雖然說沒有大家想的就是那一種 哇一開始就紅五完全不能管那種狀態 但是說實在話這一點小小的差距就已經 喔唷 它飛起來了 這一點小小的差距就真的 對我們這種比賽選手來講 應該說前比賽選手來講 就已經是很致命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個比較相對公平的網路環境 讓你去做這個競技對抗的話 我覺得它這個遊戲加速的功能 的確是可以做到降低延遲也好 然後提升網路速度也好 兩個方式都是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呢 還是有蠻明顯的差別 好啦 經過今天一整天的實測呢 我只能說現在的科技真的是日新月異啊 Wi-Fi 7 這種黑科技都給你整出來了 而且它網路速度幾乎全部吃滿 一點折扣都不給你打 而且啊 這個房子的空間其實真的不小 但它幾乎可以完全實現這個網路空間全覆蓋 再加上近期越來越多的終端設備GN Wi-Fi 7 所以假設你跟我一樣換了一個新的手機或AI筆電 結果我速度完全跟不上 那也是百搭 所以啊 感覺大家真的可以好好考慮一下 要不要把原本自己在用的這台Wi-Fi 狠狠低丟到旁邊去 好啦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實測內容 如果你跟我一樣近期有搬家需求或等等的因素 需要再重新買一台網路路由器 但又不知道要選什麼的話 真心考慮可以推薦一下這台 TBLINK ARCH G550 Wi-Fi 7 電競路由器 小小的靠場一下自己也是很讚地 升級一下自己的電競配備吧 那麼這一台產品的連結跟說明我都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記得往下點擊一下 那我是豹哥 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